四百七十一集 女同学以为七薇是被吓到了 还矜持地摆摆手 陈师弟叮嘱保密呢 未未 你不要说出去啊 哦 好 一种不好的预感浮上了七薇的心头 怎么像是被片球挖矿了似的 这些师姐当然都是陈汉生骗来的 其实说层层考核也没错 他专挑那种综合能力比较强 在学生会里当过干部 本身也有实习意图的准大四学生 这些人联合总部有十几个员工 再从学生总代理中挑选出几个人 在市场部的带领下 打响了属于火箭101的时间攻防站 陈汉生要出其不意 走在所有人的前面 不过二十多人出发之前 陈汉生还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女生的求职要求 听说陈师弟在学校里四处招实习生 我也想应聘 不知道收不收 温灵来到火箭101公司总部 平静地对陈汉生和孔敬说道 陈汉生有一些诧异 温师姐 你都大四了吧 可以去正式找工作了 这份实习工作本来是面向尽早接触社会的大三学姐的 我不介意 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 温灵很是坚持 孔敬看着这个脸色苍白的女生 在旁边一言不发 陈汉生想了想 让聂小雨带着温灵先下去 进而介绍起温灵的往事 说起这个温师姐啊 也是可怜 只是认错了渣男而已 陈汉生长话短说 省去了具体的过程 最后 我把那个叫合唱的整走了 温灵曾经说过 想要报答我 不知道她这次过来 是不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呢 孔敬认真地听完感慨道 没想到啊 她年纪不大 经历的挫折倒是不少 清姐你自己看吧 总之 暑假的活动 以市场部为主 你来定 陈汉生把选择权交给了孔敬 孔敬笑了笑 接受了温灵的实习申请 整个暑假 陈汉生几乎没有回过港城和建业 人倒是没有消失 每天打电话都能打得通 就是居住地经常变 一会儿在闪中地区 一会儿在月东地区 一会儿在闪中省会 好像有大学城的区域 陈汉生基本都捋了一遍 八月底 港城仓务小区的一家家庭里面 小云儿穿着蓝色的冰丝睡衣 坐在客厅里吃着西瓜 一边看着还珠格格 吕玉清伸手 把空调的扇叶翻上去 嘴里问道 陈汉生还在外面呢 这都一个暑假了 是啊 提起这个消失的负心汉 小云儿忍不住撅起了嘴巴 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大学都放假了 我见101应该都没业务了啊 肖洪伟从厨房走出来 手里端着一盘刚剥顽皮的荔枝 精英剔透 啥是好看 这是他为闺女剥的 吕玉清都不能吃 谢谢爸爸 小云儿弯着细细的眉毛 挑起了一只荔枝 塞到了嘴里 肖洪伟看到女儿开心 她自己也高兴 擦擦手说道 别太心 海生多机灵啊 她一定有自己的规划的 两个月又不是很长 突然楼下一阵噼里啪啦的 鞭炮声打断了对话 小云儿把电视声音调高一些 最近已经习惯了 楼上楼下每当有孩子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家长们总是要放鞭炮庆祝 肖洪伟走到窗户边上一看 楼上张主任家的儿子 过一会儿 他们应该就要来分享了 没过多久 又是咚咚咚的敲门声 肖洪伟和吕玉清走去开门 想起了一阵邻居间的寒暄 哟 华南理工大学啊 这也是985高校呢 哎呀 其实她是想考东大的 结果差一点儿 于是去了华工了 哎呀 都差不多 华工在阅读那边 接受度很高 肖戎于也走过去 翻翻录取通知书 不过比录取通知书 更让她感兴趣的是 寄件物流 居然是火箭101承担的 家长们在谈论 未来的大学生活 肖戎于却是看着袋子 蒸蒸入了身 一个卡通的火箭logo 安静地印在快递袋子上 上面有团火苗 仿佛是做事预报 声腾而起 小元很聪明 她看到火箭101的寄件信封 默默想了想 小声嘀咕了一句 是不是输漏了什么 她甩着马尾登登地 跑到另一栋楼 只留下了不明所以的 父母和邻居 丁叔叔 我能看看小军的 录取通知书吗 肖戎于敲开了一户门 说道 这家的女儿刚被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录取 小元看到了寄件信 不出所料 又是火箭101寄来的 肖戎于好像发现了 新大陆 心里有一些得意 似乎看穿了 陈汉生的把戏 她连续拜访了 小区里好几个准大学生 还打电话问了 港城一中的老师 似乎沿海地区 或者是内陆 比较出名的大学城 寄件方式都是 火箭101 当然一些偏远的地区 依然还是 其他快递方式 肖戎于拿起了电话 拨打给陈汉生 她要炫耀 自己的新发现 喂 还不是说好的 晚上才打电话吗 我这有正开会吗 陈汉生的声音 在听筒里响起 肖戎于本来想谈正事 不过听到 她嫌弃的语气 笑脾气立刻上来了 我们两个已经 两个月没见面了 这么多年 非吵架情况下 还是第一次 陈汉生噎了一下 似乎的确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 从认识以后 就从没有 这么长时间消失过 除了那次修罗场 我这边就很快忙好了 到时候回港城 我给你带礼物 笑容于傲娇地冷哼一声 这才感兴趣地问道 小陈 你这两个月 是不是忙着走动关系啊 虽然大学生放假了 但是大学没有放假呀 于是你四处经营 把那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换成火箭101 达到一种出人意料的宣传 嗯 还是我家小月儿聪明 陈汉生笑嘻嘻地夸了一句 不过又开始吐槽了 其实呢 我已经打着免费的旗号了 不过 还是送了很多礼 好在最终把关系走通了 两个人正说着的时候 突然有人问了一句 谁的电话 小鱼儿的吗 萧容于听到是王子伯的声音 心情美好之余 又更加安稳了 有的时候异地恋 或者是情侣分开 互通电话的时候 突然听到对象身边有个人 如果这个人是对象的同性 那自己还是认识的 下意识他就会放心很多 那行 你先忙吧 我在家等你 萧容于叮嘱几句 愉快地挂了电话 472集 在哈工大附近的一处酒店会议室里 乱哄哄地坐着二十多个大学生 有男有女 女生居多 正是火箭101员工 还有那些骗来的实习生们 每个人的皮肤都比以前黑了 因为被七八月份的太阳暴晒过呀 齐薇也在里面 他看着陈汉生的目光 充满着杀意 他觉得陈汉生这个实地实在太混蛋了 当初谈好的条件是 待遇不错 吃住全包 全国各地四处旅游 偶尔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行 前面都没问题 结果坏就坏在力所能及这件事上 大概在陈汉生看来 只要累不死 全部都是属于力所能及的范围 来开会开会 陈汉生打完电话以后 敲敲桌子 一帮人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哈工大这边业务完成以后 我们的暑假突击工作就即将结束了 大家可以在这里旅游一天 然后从这返回建业 同时发放奖金和实习工资 当然呢 我知道大家很累 其实我也很累 以后要是能卖掉火箭101 品牌两千万 这些经营的关系 也要值两千万 最后再折算固定资产 聂小雨等人听了都没当回事 他们都还以为这是气话 只有孔静认真地看了一眼陈汉生 后天一大帮人从北方返回建业后 陈汉生这次确实兴受承诺 每个人发了工资 七威本来以为三千块钱就很高了 结果点了一遍发现六千块 周围那些兼职的实习生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掩饰不住的笑意 七威叹了口气啊 在金钱的buff作用下 他都没办法恨陈氏帝了 各位师姐 大家辛苦了 这段时间 大家结下了深刻的革命友谊 你们毕业以后 如果想来火箭101工作 师弟我双手赞成 真的吗 温玲晃动着眼神问道 他本来是一张苍白的脸孔 不过经过这两个月的工作和忙碌 皮肤居然红润起来 整个人看起来更有生气 陈汉生有一些发愣 他这两个月 把小姐姐们可折腾够惨的 本来只是一句客气话 没想到还真的有人硬要往火坑里钻 我同意了 你就跟着市场步吧 孔敬走过来笑着 代替陈汉生做了决定 现在这个时间 财大还没有正式开学 陈汉生分完了钱 学生们手握巨款 各自回家调整状态去了 孔敬也买了飞机票回越东 小陈 我们啥时候回港城啊 王子伯问道 他本来就是有点黑的 紫外线对他的影响居然是最小的 陈汉生有一些羡慕地看向王子伯 走 先去找个地方吃饭吧 王子伯本来以为要去饭店 结果陈汉生把他带到了 火箭101总部附近的小区 这个地方离义乌小商品城 和财大很近 来这里做什么 王子伯问 陈汉生不回答 竟直来到了201挑门 他本来以为迎接自己的 要不就是腼腆害羞的沈幽楚 要不就是活泼可爱的小阿宁 哪知道打开门以后 一个白白胖胖的花生米 站在自己眼前 你 你是谁啊 两个人同时问 你是陈汉生 你是胡林雨 陈汉生好不容易 变出了一点轮廓 对方似乎也认出了 这个黑化版的陈汉生 你怎么这么黑的 你怎么这么胖 两个人同时发问 这个时候 沈幽楚从厨房里走出来 他身上系着围裙 手里拿着锅铲 睁睁地瞧着陈汉生 哦 谢天谢地 他没长胖 陈汉生打量了一下 暗暗松口气 阿哥 紫伯哥哥 小阿宁不知道从哪跑出来 高兴地牵住两个人 你过来做什么 胡林雨把拖鞋递给陈汉生 王子博 自己跑到沙发上 看电视去了 好像在自己家一样 这话怎么说的 房子的户主 还是我的名字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 我啊 胡林雨 在茶几上拿了根黄瓜 掰成两半 陈汉生还以为 是给自己和王子博的呢 他刚要伸手接纳 知道胡林雨 根本没这意思 一半递给了阿宁 一半自己啃起来 我整个暑假 几乎都在这里的呀 胡林雨舒服地 调整着坐姿 只是看着胳膊上 颤动的脂肪 有一些发愁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们家沈幼楚 做饭这么好吃 我总是控制不住 自己的胃口 幼楚 幼楚 胡林雨大声地 说了一句 今天中午红烧肉 不要太瘦啊 肥一点的更香 小胡 你这 你这 这堕落了呀你 陈汉生很是不愤 沈幼楚在厨房里做饭 你呀就在沙发上看电视啊 这是我陈英俊 才能享受的生活 你胡林雨凭啥呀 我又不是啥事没做 胡林雨从屁股底下 掏出了一本趣味数学习题 啊 我还负责帮阿宁锻炼逻辑思维 这样有利于他以后 学好数理化 你别那么胡扯 这种垃圾题目老子闭着眼睛也能教 陈汉生冷笑一声 把习题打开随意翻了两样 很快他合上 你这样一直不在家 父母不想你吗 在家里哪里有在这里happy 胡林雨白了一眼陈汉生 看不懂还装 我还有个弟弟嘛 家里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谁会管我呀 回家我还得做饭干门活呢 陈汉生点了点头 难怪胡林雨不想回去 这里有空调 有闺蜜 有电视 每天还能逗弄一下 从山里来的小阿宁 偶尔去义乌商品城逛一逛 婆婆又不管闲事 绝对是神仙生活呀 吃饭了 沈幼楚说道 好大 胡林雨一个机灵坐起来 迅速地把饭桌上的课本收拾整齐 让阿宁去喊婆婆 自己则去厨房端菜端饭 一家六口吃饭的时候 陈汉生又解释起 自己晒黑的原因 沈幼楚安静地听着 时不时喝两口豆腐汤 陈汉生回来没打招呼 沈幼楚就没多做 现在他担心饭菜不够 紧着其他人先吃 这么说 大三的时候你会很有钱 胡林雨听完 火箭101暑假征程 他好奇地问 资产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影响力在不断增加 这可比单纯的盈利值钱多了 影响力大 吸引的目光也就多 身价也就跟着涨 吃完饭 婆婆煮着拐杖 一眼不发来到沙发上 年迈的老人 似乎很喜欢这样 坐在一个位置 长时间不说话也不喝水 胡林雨很自觉地整理餐具 沈幼楚打算 帮陈汉生整理备入午休 四百七十三集 陈汉生走进了卧室看了看 这道房子是三室的 结果分配得很有趣 婆婆一间 沈幼楚带着阿宁一间 居然傻圈胡林雨 单独有一间 你明明是女主人 你怎么过得坑个丫鬟一样 陈汉生无奈地笑笑 不过他也没睡觉 直接和王子博回了港城 开车行驶在港建高速公路上 陈汉生突然问 自伯 你觉得胡林雨怎么样 王子博以为是评价 想了想说道 人还可以 就是有点胖 双下巴都出来了 你和黄慧分手以后 我把胡林雨 介绍给你当女朋友吧 我靠 你没事诅咒分手做什么 再说了 我宁愿要聂小雨 也不要她呀 宁愿 你是不是对这个词 理解有一些偏差啊 聂小雨和你谈朋友 我还舍不得呢 靠 王子博和陈汉生对线 占不到任何优势的 经常被打击得哑口无言 只能用一些语气注词 来表示内心的情感 我可是说真的 胡林雨至少诚实 黄慧呢 他是火箭101的成员 本来也该听从调遣的 可是他七月中旬请假以后 结果一直待在家里 难道就他特殊吗 人家不是感冒了吗 王子博为黄慧解释道 死了吗 既然没死感冒好了 就应该跟上大部队啊 黄慧这个人能力是有的 就是喜欢耍一些小聪明 七月份 工资老子一分钱都不给 没事啊 王子博没有放在心上 总之 他也没做出很多贡献 两个发小一路闲聊 晚上六点左右到达港城 不过陈汉生父母出去喝喜酒了 王子博邀请陈汉生去自己家里 我们已经两个月在一起了 你还不腻吗 陈汉生把王子博赶下了车 走吧 我去找小月了 王子博也不介意 只是陈汉生走了以后 他从身上掏出手机 给黄慧拨过去 小慧姐 今天任务结束 我回港城了 哦 呃 陈汉生有没有对我很大的意见 没有 生病了他也能理解 七月份的工资 我帮你拿了 开学见面后再给你 陈汉生不知道 王子博打算用自己的钱垫上 他开开心心地 来到萧荣瑜的家 晚饭过后 他一边吃着水果萧绳 一边吹嘘火箭101下半年 将多么地吸引眼球 萧洪伟和小鱼儿 听得津津有味的 就连吕玉青都忍不住感叹道 这两个月真是辛苦了呀 除了工作都是工作 也没有啦 偶尔也和同事去看看电影 逛逛当地的特色古街了 那你们一大帮人不是很热闹 小鱼儿眼里很羡慕 他暑假除了走亲戚 就是被逼着练车 根本没有出去玩几次 还行吧 不过工作也很重要的 所以我每次只带一个世界出去逛街 节约人力资源嘛 什么 萧荣瑜不答应了 就算明知道陈汉生是在斗自己 他走过去捏陈汉生的耳朵 两个人在沙发上大闹起来 小鱼儿在家里面穿着那种吊带睡裙 胳膊小腿都落在外边 总之他也没把陈汉生当外人 不过动作一大 胳膊上的吊带就被扯下去 看着一片雪白的锁骨 陈汉生眼睛突然发直 呃 吕欲青在旁边干咳一声 呃 那个汉生啊 天也不早了 你父母可能回家了吧 呃 我不紧 陈汉生舍不得挪开那眼神 吕欲青心想 嘿 这臭小子 什么名分都没有 居然也想占我们家闺女的便宜 呃 那个 嗯 客厅空调温度太低了 小鱼儿 你去换一件厚实点的睡衣 萧荣瑜也有一些不好意思 美目一瞪陈汉生 当他再从卧室出来时 身上已穿了长袖的睡衣了 陈汉生叹了口气 拍拍屁股站起来 嗯 吕欲 时间差不多了 我爸妈可能吃完了 我还是回家吧 我回去晚了可能挨骂了 回家以后 老陈和梁美娟 果然都在家里 桌上还扔着两袋金丝猴奶糖 估计是哪家结婚的 呀 陈总回来了 梁美娟一见面就冷嘲热讽 可以的嘛 整个暑假都不占家 快开学了 想起来看看老爹老娘是吧 嗯 陈兆军打量了一下儿子 发现他只是黑了不少 不过气色不错 还像以往那样的精神抖擞 也就默默地看了电视 陈汉生不敢反嘴 生怕激起了梁太后的怒火 那可是要拿擀面杖打自己的 第二天正好是双休日 梁美娟不用上班 她虽然去菜市场买了鸡 买了鱼 买了一大桌丰盛的午餐 但是嘴巴仍然没停过 总之亲妈就是看儿子 这儿也不爽 那儿也不爽 陈汉生不小心掉两粒米 在地板上 梁美娟都能倒到半天 陈汉生匆匆吃完打算离开 梁美娟皱着眉头 吃完就要走啊你 帮你刷了去 陈汉生都要换鞋子了 听着指示 只能乖乖地走向厨房 叮叮当当地洗涮起来 老陈竖起大拇指 这世界上 还有能够让陈汉生忌惮的 那就只有梁太后了 妈 我洗好了啊 没过多久 陈汉生擦擦手走出来 换了鞋子飞快下楼 跑得比兔子还快 梁美娟总觉得哪儿不对 站起来去检查厨房 陈汉生 突然 梁美娟突然恶狠狠地叫道 老陈一听这充满杀气的全名 他也有一些紧张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没刷干净 还是 陈兆军走进厨房 顿时闭上嘴巴 梁美娟让陈汉生刷碗 没想到他只是刷了碗 其他的碟子呀筷子呀锅铲子呀 一个都没动 在港城待了两天 九月开始后 建业高校就前后脚地开学了 屡遭梁太后的毒打和嫌弃 陈汉生终于脱离苦海 司机是陈汉生 老肖也放心 小鱼儿自然坐在副驾 后排坐着王子伯 刘晓蒙 谢晚秋 这些都是高中同学 现在又同在建业读书 这一路上聊天的气氛非常轻松 两年前这个时间 大家都是一脸地憧憬 前往建业的 可是现在大家都大三了 心态上稳如老狗一般 对开学没有任何的新鲜感 只有对前途的揣测 几个人从爱情 宿舍关系 未来发展等角度各输几件 陈汉生发现 大三的学生特别患得患失 非常在意别人的规划 咱们五个都已经大三了 你们谁先考研啊 聊着聊着 今夜临夜大学的刘晓蒙突然问道 要是考研的话 干脆我们一起复习吧 刘晓蒙想考研又在观望 希望有一个熟悉的朋友 一起督促上进 典型的大三考研忧郁症 474集 听了刘晓蒙的话 王子博直接摇头 我不想考研 打算直接找工作了 我们学校理科生就业率还可以 戏万秋想了想 我回校后和男朋友商量一下 如果他要考研的话 我也跟着考了 大三的女生已经不像大一那么腼腆了 可以坦荡 承认自己的情感生活 甚至对于未来的出路 爱情占据了很重要的因素呢 小鱼儿呢 刘晓蒙最想知道萧荣瑜的计划 他是众人中成绩最好的那个 小鱼儿也看看陈汉生 他倒是比较简单 孙教授和陈汉生全部都在为他铺路 你听着我做什么 你看小萌有多机灭啊 他问这种事情就直接忽略了我的 他大概是知道学渣不配打听考研这事吧 大家都笑起来 刘晓蒙很不好意思 陈汉生你都是大老板了 考研还有什么意思啊 末了他还加上一句 小鱼儿 我要是找不到工作呀 就去你们家火箭101打工 萧荣瑜愣了一下 他是第一次听到 你们家火箭101这个说法 有一些奇怪又有一些期待 可大家的表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哦 好啊 萧荣瑜平静地说道 其实心跳很快的 那就说定了 我找不到工作就去火箭101 刘晓蒙拍了一下陈汉生的肩膀 到时候给老同学安排个什么职位 再见等一枚性感老板娘 陈汉生故意地挑起事端 那我可不敢去了 小陈 刚才音乐声有点大 你能重复一遍吗 建业的开学技一直非常拥堵 陈汉生把所有人送至学校 自己再回到裁院 已是下午了 学校里到处都是青色的准大医学子 他们的脸上茫然又兴奋 陈汉生按着喇叭 提醒那些走路不注意车辆的新生们 靠 恨个屁呀 老子又不是笼子 新生们很是不爽 一边避让 一边冲着夏丽口吐芬芳 别乱说话 负责引导的大二师姐赶紧走过来 你疯了吗 知道他是谁 谁啊 那么年轻啊 总不会是我们的校长吧 年轻的师姐瞪了他一眼 翻开手里的纪念册说道 上面呢 有他的介绍 你自己看 那本纪念册是改院建校后出版的 上面记录着财大发展至今的点点滴滴 今年报名的新生人手一本 这大概算是一种一苦思甜吧 寓意他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其实是多少代领导辛苦奋斗得来的 纪念册上唯一一个在校大学生 叫陈汉生 介绍栏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各样的荣誉 校三好学生那只是最低级的 学生会师姐又指着新生录取通知书说道 那寄信的火箭101快递 就是陈汉生创办的 我靠 新生有一点发呆似乎踢到了铁板 不过你放心呀他比较忙 师姐看到师弟知道害怕了 这才拍拍肩膀安慰 只要你不招惹得太狠 一般来说陈主席是不会注意到你的 陈汉生的确是没有时间和新生这般计较 他刚回宿舍不久 还没来得及和金阳明吹吹牛呢 马上就被喊到了团委开会 马上早知道把车停到校外了 陈汉生嘀咕一句 夏立只要经过门岗 保安马上就知道自己回学校了 团委办公室里坐着于悦平 关书曼和史正东三位老师 还有学生会主席江雨轩 和学生会的干部等等 老于和陈汉生很熟悉了 其他人没好意思问 他第一个忍不住 陈汉生 你暑假去非洲了吗 怎么跟烤糊的玉米一样 关书曼本来还没觉得什么 这下他扑哧一笑 老于你真神算啊 我的确为中非人民的友谊 搭建桥梁了 那边的酋长可以娶几个老快 你要不要弄一个当当 史正东根本不想开这样无聊的玩笑 可是一个团委的前辈 一个是学校炙手可热的创业明星 他谁也都对不起 尤其是有件事没解决呢 今年的新生大会到底谁发言啊 按理说应该是学生会主席江雨轩 不过以陈汉生在财大的地位 他会不会有意见呢 闹了好一会儿 余悦平才说起了正事 他没有一点转折 居然开门见山 今年的新生发言 我打算安排江雨轩 还找你们意见吧 去年就是我发的言 今年也让老江晒晒太阳呗 陈汉生无所谓的点点头 史正东有一些吃惊 问题就这样搞定了吗 陈汉生这种狗脾气 为什么肯让步呢 老于做学生工作的经验 是远远超过史正东的 下面这些人在一起商量军训 秋运会 新生晚会的流程化东西 门口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财大副校长陆公超走进来 屋里的同学老师们 全部恭敬打招呼 陆公超摆摆手 他是专门来找陈汉生的 你呢 平时嘴皮子很利索 那些杏林鸡汤熟悉吗 陆公超问 我最烦那些玩意儿了 高中写作文我从来不用的 说一句 就像吃了口屎一样难受 这就有点问题了 陆公超皱了皱眉头 刚才呀 苏东经贸学院的创业指导处联系我 想邀请你去他们学校开个讲座 你这 不会说鸡汤怎么办呢 讲座 陈汉生脑袋清醒了 自己终于也混到这一步了吗 可以到处给人猛灌鸡汤了 那个陆小长 卡奈基地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获得成功 那么一定要放下身段 努力尝试那些高山般的困难 江雨萱一脸惊恐地看着陈汉生 难道为了去讲座装插 您屎都肯吃了吗 为了去别的学校体验一下成功人士的风光 陈汉生甚至愿意兜售成功学的鸡汤 其实也不难 最多就是讲一讲火箭101成立和发展过程中的小故事 如果加点人生格言 简直都可以出书了 不过陆公超有一些纳闷 陈汉生在大学生里面自然算是成功的 可是和那些真正有钱有势的大佬比起来 火箭101似乎规模还不够啊 经贸学院的创业指导处是不是小题大做了呀 陆公超还不晓得火箭101在暑假的突击行动 他仍然以为火箭101的地盘在苏浙户呢 直到苏东卫士给财经大学发去了采访申请 校领导才知道真相啊 不过这是好事 陈汉生发展得越好 越是证明当初资源倾斜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蔡启农校长特意召开了校党委会 在会议上三令五身的强调 谁要是把陈汉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泄露给媒体啊 谁就是在影响组织的内部稳定 知不知道啊 陆公超也是一脸的严肃 没办法 在社会的普遍价值观里 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创业 陈汉生这种长期挂科的混子 不值得学校扶持 所以财大介绍陈汉生成绩的时候 全都是一句品学兼优 含糊带过 史正东在笔记本上认真地记下了内部稳定四个字 这四个字仿佛有一种魔力 可以把黑的洗成白的 国教院成立之初 有一些学生怨言很重 也就是这四个字的作用下烟消云散了 陈汉生 史正东又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个名字 就在内部稳定的旁边 然后叹了口气抬头认真地听着领导的指示 陈汉生在暑假抢时间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火箭101已经超出了一个大学城 一个市一个省的影响力 现在好像连点城面 借着开学这股东风在沿海发达地区涌起了一股热潮啊 媒体是最喜欢捕捉这类新闻的 尤其是火箭101还有几具重要的关键剧 创始人是在校大学生 员工几乎也都是大学生 同时为数以千计的大学生提供兼职岗位 据说很多人赚取足够的学杂费 天呐 这是什么 这是奋发的动力 是激昂的青春 这是正能量的事迹啊 妥了 简直就是在歌颂这个伟大又美好的时代 以至于苏东卫视的专题篇标题都非常有感染力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必天下栋梁 据欢言 论一个大学生的创业史 一群大学生的欢乐颂 这样的宣传加快了火箭101的扩张速度 其实国内还有很多大学在火箭101的控制之外 不过苏东卫视这篇报道 大家都觉得火箭101这个模式挺好 既能方便学生寄快递 还能提供兼职岗位 有些学生会便主动地联系火箭101进行合作 这么大的影响力连港城那边早就已经知道了 大舅妈更是第一时间就打给了梁小海 哎哟 汉生现在这么有名 一定赚了不少的钱吧 你是他轻表哥 你什么时候也能等你回电视啊 大舅妈热切地问 梁小海瞧着新世纪电子厂员工宿舍惨白的电灯 色声说道 我没有去汉生的公司上班 进厂里了 什么 进厂 大舅妈愣了一下 瞬间提高了音量 陈汉生不要你吗 不是 我当时看到汉生公司规模太小 觉得不太稳定 就想找个大厂坐一坐 没想到火箭101这么快出名了 我 梁小海可不敢说这是唐平的主意 不然的话他母亲说不定要恨上唐平呢 更加不可能同意这门亲事了 梁小海话都没说完呢 就听到一声重响 好像对面扔掉了听筒 你妈的电话 嗯 陈汉生之前肯定是有扩张计划的 可他就是保密 唐平也非常郁闷 如果当时不去厂里多好 但是他不从自身找找原因 反而怪在了陈汉生的身上 如果他先把计划告诉我们 那我们还会走吗 唐平瞥了一眼梁小海 这还是你表弟呢 你少说两句吧 还抢不降丽了 梁小海不想争吵 打开门走出去 他心里也非常懊悔 不过 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陈汉生当初还挽留了两次 看到男朋友出门 唐平才低声地嘀咕一句 牛叉啥呀 现在赚到钱 不见得永远有钱 说不定哪天亏了呢 不同于唐平这边的小市民嘴脸 陈兆军梁美娟最近 可是收到了无数声的恭喜呀 可怜梁太后终于 也当了一回别人家孩子的妈妈 虽然不是在学业上的成就 不过火箭101毕竟也得到了主流媒体的认同 有一些经济学家 煞有介事地专门写了两篇评论员文章呢 这一阵子 梁美娟心情那是一个敞链 而老陈呢 却经常沉默着抽烟 怎么了你呀 儿子有出息 怎么反而你愁眉苦脸的 晚上睡觉前 梁美娟问着丈夫 陈兆军把担忧说了出来 哎呀 现在社会太浮躁了 似乎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成功 汉生呢 动手能力强势不假 但是这种成功来得太快了 我担心呢 他不能很好地控制啊 这是汉生实实在在赚到的钱 你又不是没看到 他暑假都晒成什么样子了 梁美娟不太乐意 他虽然骂陈汉生最狠 不过 他是亲妈和儿子之间的互动 别人不能指责啊 老陈都不行 陈兆军不说话了 拉起了背脚缓缓地躺下 唉 我总觉得 人生不能太顺利了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魔力 汉生呢 就是成功得太快了 唉 即将五十岁的老陈 深深地叹口气 他虽然话不多 不过对儿子的关心也同样深沉 其他地方反响热烈 不过本该处于风暴中心的建业财经大学 却是一片的平静 因为全校师生都已习惯了 陈汉生嘛 火箭101的创始人 人文社科系的学生会主席 校学生会副主席 陈汉生 似乎都成了一种符号了 有点神格凝聚的感觉 唯一津津乐道的就是奶茶店的沈又厨 她的确非常漂亮 至少在一美女出名的财大里 都没有发现超过沈又厨的女孩 据说她就是陈汉生的绯闻女友 虽然当事人从来没有承认过 不过奶茶店的确是耍流氓的禁地啊 牛叉哄哄的国教院顽固 在这里也变得善良和正义的化身了 哎呀 我真的受不了我们外联部的副部长 有个大一的女生 正和高中同学吐槽 好像所有的新生都会吐槽学生会和宿舍设友 这种重复的事情也同样在重复 我们学校外联部副部长姓罗 他长得挺傲看 就是脾气有些大 关键 他还喜欢引用陈汉生师兄说过的话 大一女生鼓鼓气吸了口奶茶 我晓得陈师兄是财大的骄傲嘛 可也不值得这样崇拜吧 有可能他喜欢陈师兄呢 从我入学开始就没见过一次陈师兄 食堂的电视上倒是经常看过 一个奶茶店兼职大学生听到对话以后 快步地走向高调身影 又楚 你多久没见到陈汉生了 这自然就是小胡同学了 开学以后他体重有所下降 不过仍然有点微胖 高调身影自然是沈又楚 他这会儿正弯腰拖地呢 听到了声音后抬起头来 一双桃花眼 瞬间满足了许多喝奶茶的师弟师妹们的幻想 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啊 一个多月了 沈又楚擦擦并脚的汗 九月份开学以后 陈汉生似乎投入到立种更加繁忙的状态当中 又是专访又是演讲 还登上了苏东省卫视 在鲜花和红毯之间流连辗转 他发展得也太快了 你就不担心追不上啊 胡林鱼很是心疼这个憨憨闺蜜 没事啊 我走得慢吗 沈又楚轻轻说道 他走得快 我就在后面慢慢地陪着 476集 深城地处越东 九十年代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之地 在那个大时代当中 涌现出了多个全国文明的企业和企业家 王位经历的太多了 也早就能够风挺浪静地看待潮生潮灭 王位 那是何许人业呢 他是目前私营快递行业顺丰公司的 创始人家董事长 以一人之力 压得互乘三通 深通 重通 圆通 喘不过气来 名副其实的快递行业大佬 其实他年纪并不大 今年才三十多岁 只是创业比较早 成名比较快 今天上午 他坐在福田区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 若有所思地看着一段苏东卫视的新闻 屏幕上一个俏皮可爱的亮红色卡通火箭形象 从门外走进一个中年人从工牌上看 这是顺丰市场部的经理杨瑶 怎么样 王位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火箭101的背景查清楚了吗 杨瑶恭敬地递过了一份资料 王位翻阅的时候 杨瑶也在旁边解释 常诗人呢 叫做陈海生 一个兼业的大学生 他觉得拎着行李去学校外面的邮政局实在太累 索性就搞一个方便所有大学生的快递公司 王位恩了一声 嗯 这个初衷不能说明什么 所有成功人士都会给自己的发家寻找一个理由 或者是高尚的 或者是无意间创造的 不过呢 他也很聪明地寻找与深通进行合作 一个大学生没有运输资源 所以只能寻找大树做依靠 火箭101一开始发展的比较慢 不过 当深通同意全面合作之后 这个公司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遍地开花了 王位把资料放下 他父母似乎只是普通身份 苏北小城市的公务员而已 亲戚不太可能有什么助力 关系应该都是他自己打下来的 深通原来的建业总经理孔庆 辞职后跳槽到火箭101 担任二把手 负责市场运营的所有事务 也算是白手起家吧 现在的白手起家越来越难了 不过他眼光很好 我们都在竞争普通老百姓的市场 唯独忽略了在校大学生 杨瑶看了一眼老板尝试着问 需要制定计划竞争吗 火箭101有深通当靠背 现在也算是小有规模 本身又是在校大学生的创办企业 在大学里比较受欢迎 我们和陈汉生争市场 即使成功 也要多投入好几倍的资源 可是我们就这么放弃吗 大学生市场以后一定是一块大蛋糕 火箭101没有运输资源 也就意味着这块蛋糕 以后属于深通公司 王位再次陷入到沉思 手指轻轻地揉了揉太阳穴下面 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一种习惯 在思考之余可以缓解压力 有件事你预估错了 火箭101虽然依靠深通 但是并不属于深通 陈汉生在暑假的操作 这就属于甩开深通进行的 因为看不到一点深通的痕迹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杨瑶并不是傻子 尤其是在老板面前脑袋转得更快 这说明这个大学生 可能有其他的想法 白手起家的 没几个愿意甘居人下 王位沉吟半上 不如你现在电话联系陈汉生 有机会最好去一趟建议 能够和他一起做做 主题是什么呀 杨瑶可是要把握老板的忠心思想 王位把手指从太阳穴处拿开 精神明显好了很多 你就旁敲侧击地问一问 陈汉生考虑过卖掉火箭101吗 我们又收购这公司吗 杨瑶大吃一惊 这就相当于是从神通的嘴巴里想吃的了 问一问嘛 总之也不吃亏 花点钱又有什么关系呢 真要是给了神通 那才是我们的大麻烦呢 我们计划用几个亿买一架飞机 难道就不能花点钱买一个全国的大学生市场吗 杨瑶默默地点头 当面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以顺风的实力 拿到陈汉生的电话号码 那轻而易举的 听筒里传来今年夏天最火的江南 杨瑶和王位对视一眼 两个人都觉得有一些好笑 他们觉得 陈汉生虽然商业上小有成就 不过到底是个大学生 永远紧跟潮流啊 喂 哪位 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 杨瑶暗响 中气十足啊 果然是年轻人 我是顺风快递市场部的经理杨瑶 请问你是陈汉生吗 你是谁啊 顺风快递市场部经理杨瑶 我找陈汉生 我就是陈汉生 不过我正在上课呢 过五分钟回给你 陈汉生匆匆挂了电话 杨瑶这次没忍住笑出了声 陈汉生说在上课 过五分钟再回过来 王位也忍俊不禁 他没想到陈汉生 还是一个不愿意逃课的好学生 五分钟之后 杨瑶的电话果然响起来 喂 不好意思啊 我刚正在上课 您能再说一遍您的身份吗 顺风快递市场部经理杨瑶 哦 杨经理 你好你好你好 快递业的老前辈了 请问有什么指示 陈汉生的语气无比尊崇 听着杨瑶心里一阵的舒服 本来火箭101 相对于顺风算是一只小蚂蚁 陈汉生相对于杨瑶 不仅是年纪上的晚辈 也是行业中的晚辈 不过电话里信号不太好 似乎有滋滋啦啦的电流干扰 杨瑶不以为意 鬼知道大学生在玩什么新奇玩意儿 两个人热聊了好一会儿 他说热烈欢迎我去坐一坐 挂了电话 杨瑶说道 下午我就去一趟结业吧 如果好好经营的话 我可以判定大学快递市场 是一个大项目 王位微微微汗手 这个跟着他快十年的老将 做事一向像当年那样充满着行动力 辛苦了 老杨 这么客气干什么 只是去见个晚辈而已 杨瑶走到门口准备告辞 王位突然想起了什么 在后面问 刚才初步聊了几句 你觉得 陈汉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杨瑶想了想 一个戴眼镜拿着书本的教室上的形象浮现在面前 懂礼貌 爱学习 有志气 不甘人下 品德也应该不错 杨瑶笃定说道 我是顺丰快递市场部的经理杨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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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101总部办公室 陈汉生一开一关控制着一个小录音机 里面传来和杨瑶的对话 原来 刚才那滋滋的电流声 就是这个录音机的影响 477集 聂小宇非常无语 因为刚才陈部长接到电话以后 先是谎称自己在上课 然后拿出录音机进行窃听 对面那人一定不了解陈部长 或者说是被电视上的新闻给骗了 聂小宇默默地想着 苏东卫时还介绍陈汉生是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真好意思 陈部长 你为啥骗这个顺丰的市场部经理啊 聂小宇奇怪地问 他虽然不知道陈汉生意欲何为 总之美好就对了 这个因为啊 陈汉生看了一眼忠心耿耿的小秘书 拉长了音调 他呢 是个坏人 想对我们火箭101图谋不轨啊 顺风电话一过来 陈汉生马上就意识到火箭101引起了这个快递巨头的注意 杨瑶上门无非 那几种可能 真的假的 聂小宇也正经起来 他在快递行业里混了两年多了 知道顺风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 顺风想和我们竞争 聂小宇严肃问道 没准更严重呢 难道 聂小宇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 顺风想收购我们 不能排除啊 陈汉生掩饰内心的欣喜 脸上却是呈现出了一片灰暗 夏武扬摇要是过来的话 说不定就是耀武扬威的 什么 小秘书先是心中一慌 接着怒气往上冲 顺风那么大规模 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所以你才录的这段音 到手好联合深通抵抗吗 火箭101正逐渐地走向巅峰 在全国大学里的知名度 和实际控制数量 正在逐渐地增加 而且和以前 求爷爷告奶奶跑市场可不一样 现在有些大学 还主动邀请火箭101过去落户呢 聂小宇这样的元老级骨灰 看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终于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 所以顺风想收购火箭101 聂小宇是第一个不同意的 当然聂小宇同志绝对想不到 最大的内奸其实是他自己的老板 最想卖掉101的 也是他自己的老板 他们中出现了一个最大的叛徒 看到聂小宇把理由想好了 陈汉生马上点点头 没错 到时候拿着这段录音 我呢就找程董 好好商量商量对策 程部长 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 聂小宇如临大敌 顺风那是强龙啊 而火箭101远远算不上地头射 陈汉生想了想 我回学校摄影社 找几个会拍照的学生 偷偷把我和杨瑶说话的场景拍下来 等一下 他都对我们不怀好意了 你为什么还要见杨瑶啊 两国交战还不展来史呢 咱们现在都是有点身份的人了 大家就算暗地里争锋相对的话 可表面上也得注意礼节是不是 这电视剧不都这么演的吗 聂小宇觉得陈汉生说得对 哦 可是你把这些照片偷拍下来做什么 哼 我要记住这些人的面孔 时刻牢记仇恨 鞭策我们把火箭101越做越大 聂小宇回学校摇人后 陈汉生才缓缓地躺在椅子上 他才是看得最清楚的那一位 火箭101现在的鲜花和掌声 可以说都是空中楼阁 一个快递公司 没有自己的物流力量 再大的影响力也是白搭 随随便便一个行业冷遇 就能把火箭101挤出这个圈子 不过 构建自己的运输体系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在陈汉生看来 这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几千万搞个山寨手机厂 难道不香吗 成本只要几百块 售价上千块 那还不是美滋滋的 2008年安卓系统出现的时候 到时他也来个大米手机 或者大枣手机 实在不行就钉子手机也行 跟着时代的潮流赚钱的多爽啊 所以对于火箭101而言 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行情 正好转手卖个高价 这个计划目前只有孔静之道 孔玉姐就是深通公司中高层管理 熟知行业真正的竞争力 他也早就提醒过陈汉生 没有运输基础的火箭101 永远是景华水月 不过对于手下这些热情似火的大学生们 陈汉生可是暂时不敢说实话的 下午行动力迅速地顺风市场部经理杨瑶 便到达了路口机场 陈汉生举了个牌子在门口等着 杨瑶走上去握手 哎呀汉生这么客气啊 居然亲自来接机 应该的 杨总是行业前辈嘛 应该的应该的 您来建业指导工作 我只要在建业的话 那我肯定是亲自来接机的 杨瑶微微点点头 他对陈汉生的评价又高了一层 上车后陈汉生说道 我们先回江陵大学城找个地方坐坐 晚上请您审阅一下 火箭101年轻的队伍 不必这么客气 我这次过来呢 一是看看我们行业的俊严 二是来上谈国内快递物流的发展变化 三呢 是来建业分公司看看 我明天就会深成了 两个人各怀鬼胎 不过场面上互相吹捧 在一间咖啡厅里聊了很久 咖啡厅就在义务商品城附近 也有一些大学生在聊天 下午四点多 走进来几个大学生 手里拿着相机 离着陈汉生和杨瑶不远的位置坐下来 建业年轻人 业余爱好挺丰富啊 杨瑶看了一眼 不愧是富饶的江南 陈汉生笑着点点头 杨瑶只是有感而发 很快又把话题转移到了快递行业的层面上 过了一会儿 那几个拿着相机的大学生就离开了 一点都不引人注意 没过多久 陈汉生收到了小秘书的短信 照片已经拍好 陈汉生回到 你就不要在咖啡馆里落面了 去订一个上档次的酒店包金 晚上把总部的人全都叫上 何必对他这么热情 虚与伪仪而已 从咖啡馆里走出来 杨瑶已经了解了火箭101的成立和发展过程 不过他很有耐心 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目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 因为孔静不在 所以聂小雨被着重介绍 这是我的助手聂小雨 经过不让虚没 你好小雨 杨瑶身世地打招呼 聂小雨已经把杨瑶看成坏人了 他又不会像陈汉生那样隐藏情绪 只是冷淡地点点头 没事 刚分手 刚分手 陈汉生悄悄地对杨瑶说道 小雨刚刚失恋心情不好 杨总不要介意啊 理解理解 大学生嘛 轻轻哀哀的很正常 我也曾经年轻过 杨瑶惋惜地看了一眼聂小雨心想 小姑娘长得不错 又是陈汉生的助手 那男生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这样的女孩都能放弃 聂小雨看到杨瑶居然盯着自己 更是气不大一出来 狠狠甩了个白眼 478集 餐饭的规格还是蛮高的 中间陈汉生又加了几个菜 导致最后还有乳鸽和炸排骨没人冻筷子 这样扔掉又有一些浪费 陈汉生决定打包拿回宿舍 就当602的夜宵了 散场以后 杨瑶被顺丰建夜风公司经理接走 参加午夜场的应酬 晚上11点多 繁星点点 夜风平静 财大的校园里面 偶尔还能看到几个学生的影子 这一路走过来 陈汉生发现学校细节处变化很多哟 比如行政楼宣传栏的内容换了 二十堂门口增加了一个板报 那上面写着当天的原材料采购架 图书馆的大理石阶梯好像修补了一下 人工湖里的莲花 开了又凋谢 这些普普通通的变化 在校大学生并没有太多感触 因为他们每天都能看到 不过 对于陈汉生这种失踪一个月的人口来说 有一些新奇 也有一些陌生 这大概就是毕业后在返校的心情吧 陈汉生在便利店门口买了一扎啤酒 几袋辣条和花生米 一脚揣盘了602的木门 大声地吼道 小子们 大王回来了 哇 老四 陈哥 室友们放下手中正在做的事 簇拥着上前拍拍的肩膀 表示 取久不见的想念 金阳明游戏正打到关键时刻 虽然不方便起身 也是大呼小叫地喊着 陈哥 你等等 我要去抱抱你 狗日的郭少强 不要抢老子的抱抱 虽然大家嘴上这么说 不过真聊起天来 表情还是有点拘束 陈汉生现在特别像明星 听说他去了好几个学校演讲 甚至还去了教育部门开过会 所有人都知道陈汉生厉害 但是没想到这么厉害 或者说 没想到牛叉到了这么快 陈哥 你啥时候回的建业的 今天上午 其实我中间也回了几次建业 只是没时间返校好 因为马上就要离开 诶 陈哥 你现在的生意怎么样啊 比较稳定了 下面的操作应该就是 都在建业了吧 老四 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上学期又是校三好学生 啊 杨世超这个三好学生的消息 说出去以后 气氛突然尴尬起来 陈汉生哪里 还用这一点荣誉 给自己加分啊 杨世超也是有一点窘迫 其实他很想分享点什么 只是不晓得怎么说 陈汉生则是叹了口气 除了经常见面的李震南以外 其他四个人 都有一点身份上的距离感了 诶 你们知不知道 我在哪个学校演讲的时候 收到女生的小纸条最多吗 陈汉生主动开口 还用一个室友都感兴趣的话题 来打破拘束 哪个学校 金阳鸣马上问 这样吧 我先说哪个学校的女生质量最好 陈汉生故意卖了个关子 先把乳哥和瓜子拿出来 打开啤酒 每个人递了一瓶 包括从武侠世界里面走出来的代阵油 第一件邀请我去演讲的是 苏东省经贸学院 那个学院的女生啊 我靠平均水平不在财大之下啊 这一晚上话题聊了很久 所有人都喝得半醉半醒 大家突然觉得陈汉生还是那个陈汉生 虽然他那么牛叉 第二天早上起来 金阳鸣正要罕见地帮陈汉生买早餐呢 这才发现他那张床上又空了 陈哥他和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金阳鸣呆呆说道 陈汉生这么早起来是陪杨瑶吃早餐了 杨瑶这个人耐心着实很强 吃饭时仍然谈笑风生 一点都不肯说出自己的意图 这让陈汉生有一点迷糊 以为杨瑶真的只是正常来见夜出差 顺便对火箭101做一点业务指导 不过吃饭了以后 杨瑶拒绝了剑夜分公司的司机送 点名要让陈汉生送自己到路口机场 哦 细肉终于来了 陈汉生还有一点小紧张呢 这可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只是比较值钱而已 杨瑶像往常一样地谈到了天气和交通 他突然话风不经意地一转 杨瑶啊 这你以后对火箭101的设想是什么呀 还能怎么样走一步看一步呗 难道还能卖了不成啊 陈汉生憨厚地开玩笑 杨瑶忍不住多看着他两眼继续说道 卖肯定是不能卖的 毕竟是你们年轻人的梦想不是 不过呢 可以给火箭101啊 估个价 这两个货真都不是好人 说话还要拐几个弯的那种 普通人和他们聊天 绝对摸不准套路 陈汉生的心里早就有个数字 可还是皱着眉头想了很久 然后吞吞吐吐地说 六千万 杨瑶笑了笑 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顺风的预估 不过他一点都表现不出来 反而微笑着说道 为什么是六千万呢 其实我也不懂 我胡乱说的而已 陈汉生挠了挠后脑勺 那要不就六百万呗 杨瑶的心脏猛的一跳 六百万顺风现在就能买下来 他正要想办法忽悠陈汉生 尽快做出决定 哪知道陈汉生马上摇摇头 嗯 我那些兼职大学生 好几千人哪 六百万可能不现实 每个人一万块钱遣散费都不够 我吊你老母的 你在涮老子呢 杨瑶暗自地骂了一句 不过他看着陈汉生 那张老实的面孔 他还是和蔼地说道 汉生对六这个数字 很有执念啊 这场短暂 而且毫无声息的交锋以后 杨瑶自以为摸清了 火箭101的底架 至少是千万以上啊 只是前面那个阿拉伯数字需要洽谈 当然六是不可能的 这狮子大开口 我干脆给你酒得了 俩数字凑一块多吉利啊 哼 汉生啊 以后说不定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杨瑶拍了拍陈汉生的肩膀 稳重地走进了VIP后集市 回去的路上 陈汉生心里一想 顺丰这边已经出手了 众通圆通 你们不能再等了 总之又不贵 不要一个亿也不要两个亿 只要几千万 萌萌哒的火箭101 就可以抱回家哟 至于神通 这是和火箭101 羁绊最久的快力公司 其实陈汉生 也最想卖给程德军 杨瑶的照片和录音 也都是为了抬价 偏偏神通 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么没有危机意识啊 陈汉生的心里盘算着 如何用一种合理的方法 把顺丰寻驾的尸艇 传递过去 上午回到办公室 陈汉生正要进去 突然有一个人 怒气出通地摔门出来 还差点撞到陈汉生 陈哥 不好意思啊 我不是故意的 刘鹏飞马上道歉 陈汉生摆摆手 没事 你咋了 吵架了呗 女人真是麻烦 我先回去嫁了 刘鹏飞有一些不耐烦 陈汉生点点头 办公室里好几个女孩 都在安慰邱安平 黄慧更是直接说道 这种垃圾男人 怎么又连猴啊 明明是自己出轨 还好意思怪女人 有两个凑钱了不起啊 479集 看到陈汉生进来 黄慧才赶紧闭嘴装透明 其他的女生 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此时邱安平 眼睛都哭肿了 她低着头 擦着眼泪 陈汉生没有说什么 招招手 让聂小语跟着自己 上了楼 关上了门 她问了 怎么回事 渣男出轨了呗 聂小语生气地说道 最近刘鹏飞行踪不正常 还经常找理由 夜不归宿 昨晚应酬后 她说去网吧通宵 邱师姐不相信 就在后面悄悄跟着 结果你猜怎么着 看到她和一个女生 搂搂抱抱去的酒店 陈汉生点点头 刘鹏飞膨胀 可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有这样的事情 似乎也不奇怪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陈汉生打开二楼窗帘 还能看到 刘鹏飞在站台下 等公交的身影 她拿着手机 满脸笑容 正和某人通着电话 一点也不在意 哭着的邱安平 要不就你了吧 皮卡丘 陈汉生悠悠地想着 财大的创业明星 陈汉生再次回笑了 他每次长时间的旷课之后 火箭101的影响力 总是要提升一大劲 现在已经快要达到巅峰了 财大的学生家长 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好奇地 问上一句 哎 你和陈汉生熟悉不 他还在学校里面读书吗 他到底有多少钱呀 很多大一新生 没看过这位 学生会副主席 他们仗着自己是萌新 刚上大学 好奇心也比较大 还专门跑到 公共管理二班教室外边 想看看真人来着 烦躁 又是被我绝世之容颜 吸引来的这帮人 陈汉生转过了身子 还用手挡在脑袋之上 金阳明努努嘴一脸鄙视的表情 先生们都想知道 陈学长到底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呢 可惜 结果让他们失望了 陈汉生似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同样在教室里睡觉 在食堂里吃饭 也参加学生会的活动 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嘛 没到两天半 大家的热情就都消退了 因为食堂和奶茶店 随意都能碰到的人 关键他也不是很高冷 经常笑嘻嘻地主动和师妹们打着招呼 副校长陆公超听到陈汉生回来 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 呵呵 下次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呀 陆公超笑呵呵地问 他这一年最大的成就 除了让财院变成财大 还有就是支持陈汉生的自主创业 并且倾斜学校公共资源 为火箭101锦上添花 陈汉生有现在的知名度 校方的宣传那是助力了不少的 暂时不会离开建业了 现在就等着市场部经理孔静 带着团队回来 发发奖金啊 公司内部 然后吃个饭啊就行了 陆公超点点头 啊 规模越来越大的确需要以稳定为主了 我还指望你以后能够 捣鼓出一个上市公司呢 让火箭101啊 成为财大的骄傲 面对陆公超的殷切期盼 陈汉生含泪决定 必须得把火箭101的价格 卖得高些 从校长视出来 耳朵里听到了广播站 熟悉的声音 大家中午好 我是广播站的商演演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财大青春 也不知道他家现在怎么样咯 陈汉生想起了 商妇容强称面子的场景 心里也有一些感慨 其实他不是为了自己 主要是不想女儿丢以前的面子和虚荣心 行政楼的门口 沈又楚拎着个小布包 傻傻地站在外边 走 吃饭去 陈汉生吹着口哨在前面走着带路 沈又楚呢 听话地跟在他身后 陈汉生在路上遇到很多熟人寒暄着 他都在旁边耐心地等着 桃花眼里都是温柔和包容 来到熙熙攘攘的食堂 电视里面正播放着NBA新闻 女生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的 男生则是经常端着餐盘 聚集在电视底下 每当艾弗森投入一个高难度进球 全场都有欢呼声响起 有一些男生真的是爱篮球啊 也有一些男生是想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力啊 还有一些是为了表示自己合群啊 总之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陈汉生打好了饭 端着餐盘来到一个位置 对面已经坐着个女生了 他看到有人走过来 他猝着细眉抬起头来 不过发现是陈汉生以后 他突然表情像是花儿一样的生动 罗玄开心地叫起来 陈师兄 嗯 淡定 陈汉生随意地应了一声 直指自己旁边的位置 示意沈幽楚坐下 沈幽楚小心地和罗玄打着招呼 罗玄则是冷哼一声 不想搭理他 长得好看了不起啊 身材好了不起啊 你就是配不上陈师兄 我找你有事 最近外联部的新生干事 对你有点意见啊 因为你经常在部里 重复我说过的话 最夸张的 还让干事抄写我的语录 哎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罗玄 什么年代了 你还搞个人崇拜啊 陈汉生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罗玄脸上被说得 白一阵红一阵的 不过他也是倦 他就是不认错 新生向优秀的师兄学习 难道不应该吗 我不觉得这个做法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觉得我不行 那你就开掉我吧 你妈你怎么不去吃 陈汉生知道劝不动 他只能埋一头吃饭 今天他打了三个菜 卤鸡腿 公报鸡丁 西兰花 沈又楚 是西红柿炒蛋 麻婆豆腐 他是真正能吃辣的 也不知道他这么温柔的性格 流油的红辣椒 吃到肚子里面 居然一点都没感觉 陈汉生看着都瑟瑟发抖 沈又楚吃饭 是有一个习惯的 他要先问问陈汉生 你吃不吃 豆腐要吗 太辣了不要 西红柿要不要 它甜了不要 鸡蛋呢 这个可以来一点 于是沈又楚 就把西红柿炒鸡蛋里的鸡蛋 全部都匀了出来 一点一点地 煎到陈汉生的碗里 看着罗玄目瞪口呆的 很快他度火中烧 他注意到桌上 摆着几本考研的资料 这是沈又楚的学习资料 他咳嗽了一声 突然一抬手 假装不小心 把这几本书全部推递上了 不好意思啊沈师姐 罗玄马上道歉 我不是故意的 沈又楚摇摇头表示 不介意自己弯腰捡 不过陈汉生看到了整个过程 他瞪了一眼罗玄心想 是不是还要把他 给小鱼儿军训一下呀 逮着沈又楚这样的老诗人 就欺负有意思吗 没想到罗玄的操作更牛叉 他趁着沈又楚低头的时候 突然夹起了盘子里的一块排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塞进了陈汉生的米饭里 不靠你 陈汉生甚至都来不及阻拦 沈又楚这个时候直起腰 嘟着小脸 轻轻地吹着考研资料 罗玄又一次道歉 不好意思啊沈师姐 沈又楚笑了笑 就算他知道罗玄是故意的 大概也不会怪他 只有陈汉生好像做了亏心事一样的 沉思着如何把这块排骨吃掉 或者是扔掉 可是又不能引起沈又楚的注意 在学校里的时间安静又悠闲 上午睡早觉 下午陪沈又楚在学校里面复习 晚上奶茶店里乘个凉闲个聊 小日子过得是真美 尤其是萧荣瑜被孙教授 拉去日以继夜的传授内功了 暂时没空理他 只能晚上打电话抱怨 对陈汉生来说 只要东宫和西宫太平那就行了 再加上火箭101 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有钱的渣男生活 就是如此的简单而枯燥 直到几天之后 孔静带着市场团队回到了建业 这说明国内大学生市场 基本全部拿下了 除了边远地区 因为神通快递到不了 火箭101的名声 已达到了巅峰 据说央视也在考虑要采访他 大将归来 陈汉生自然是家将 他包下了江陵区某一个饭店的整层 正式地庆祝火箭101升空 九席开始之前 陈汉生突然把王子博喊过来 今天宴席表面上是火箭101和我 其实是你和刘鹏飞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王子博很奇怪 我打算把黄慧灌醉 后面怎么做 看你自己了 王子博开始没理解 不满地嚷嚷道 火箭101庆功宴 你没事灌黄慧做什么呀 对啊 我没事 灌黄慧做什么 陈汉生反问 我 王子博这才恍然大悟 看着特意打扮过的黄慧 他突然觉得有点上头 庆功宴的当天 黄慧作为总部职工 特意打扮了一下 一套连衣裙 露出了雪白的肩膀和脖梗 脚下踩着一双黑色的高跟皮鞋 红加黑 本来就是经典配色 再加上 他这些都是上千元的国际名牌 俨然成为人群中 最有人注目的蝴蝶了 此时他端着高脚杯 来来回回的敬酒 当然了 这些衣服自然是王子博赞助的 陈总 我敬你哈 预阻火箭101 在您的带领之下 白痴干头 更进一步 黄慧闪着亮眨眨的眼睛 款款来到陈汉生面前 都是大家的功劳 净姐不能喝 黄慧 你多碰几杯啊 帮我维持住这个气氛 王子博 在旁边默默地低下头 陈汉生以前是从来不帅黄 黄慧的 管你喝不喝呢 今天这个表现 已经是在劝咎了 黄慧很是意外啊 他还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习惯用资产衡量一个人 陈汉生钱是越来越多了 黄慧也下意识地就遵从和执行了命令 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陈汉生宣布市场部个人奖金 庆功宴瞬间来到了高潮 上万的数额刺激着黄慧的大脑 他也想挤进这个部门 但是 这可是需要陈汉生点头的 孔经理 我敬您敬您 您喝水就行 我这杯 我干了 小子 我们也来碰一下 温林是吧 哎呀 我听说你非常的拼命 还是要保重身体 黄慧也会说话 长得也不算丑 又是王子伯的女朋友 其他人也很给面子反敬 红酒喝多也是醉人 他脑袋很快就开始眩晕起来 依靠在王子伯的肩膀行酒 王子伯自上而下瞄了黄慧一眼 幽黑的脸庞突然红了一下 因为从他这个角度 正好可以看到 并不保守的衣缝里面有什么 好 不远处传来一阵欢呼声 原来是陈汉生挨个敬酒呢 年轻的老板亲自下场 效果自然不同凡响 那些不准备喝酒的学生们 连忙倒着红酒来陪衬 陈汉生走到王子伯那儿 黄慧本来还有一点意识 不过他为了表现自己强行 又灌了一杯 当场不幸人事 陈汉生怂怂坚心想 我还没怎么劝呢 你这就不行了 来 子伯 咱哥俩喝一个 陈汉生酒杯伸到王子伯面前 我们喝有什么意思呀 王子伯嘀咕一句满脸的不情愿 陈汉生咧嘴一笑 狗东西你真的飘了啊 王子伯站起来 陈汉生挥挥手让王子伯坐下 我靠你至于吗 滚滚滚滚滚 看就烦 陈汉生掏出一张房卡递过去 直指黄慧 啊 附近酒店呢 你可以送黄慧过去 再回学校 也可以同样睡在那儿 自己决定吧 王子伯匆忙地塞进口袋 心里还在责备陈汉生 怎么行为如此高调呢 其实别人都不会多想什么 人家本来就是男女朋友 两个人也认识好几个月了 谁都想不到王子伯 其实只牵过黄慧的手 嘴都没亲过哟 所以今天晚上陈汉生 给王子伯出的题 着实有点超纲 不过黄慧又喝到醉了 自然是题目自带bug 王子伯到底要不要考这题呢 最终看他自己吧 陈汉生又走到了别桌 刘鹏飞和邱安平也在那里 不同于其他人的热热闹闹 这两个人之间气氛一看就很尴尬 陈总 陈总 曾经的模范情侣啊 在刘鹏飞收入聚增之后 开始出现了裂痕 其实这也正是陈兆军担心的事 他一直都担忧 儿子面对暴富 不知道如何控制 以前陈汉生读书的时候 零用钱每天是五块六块的 上了大学生活费每个月也不到一千元 现在突然有了上百万的身家 会不会有一种钱是花不完的错误思维呢 甚至在花天酒地当中迷失了自己 这种生活陈汉生其实早就经历过了 不然他在酒吧低厅按摩所那些个十八般武艺怎么练出来的 现在的他早就可以坦然面对那么多的资产了 陈汉生和他们碰了酒 刘鹏飞开始告辞了 陈哥 我再敬您一杯 有点事 想先撤 这个要求很正常 也早有学生有事先离开了 不过刘鹏飞提出这个要求以后 陈汉生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什么事啊 干嘛去 网吧通宵啊 我 刘鹏飞一脸的难堪 我谎称通宵 结果去和女孩开房的事情 看来在火箭101已经成为笑料了 想到这里 他愤怒地瞪了一眼秋安平 鹏飞 你给我出来一下 我有事找你谈谈 陈汉生放下 酒杯 宴会场慢慢地安静下来 除了已经大憨的黄慧 酒店外边依然是比较吵 陈汉生索性带着刘鹏飞来到了车里 在这个幽深的环境 似乎能屏蔽一切的噪音 陈汉生默默地掏出烟来 也顺便递了一只给刘鹏飞 刘鹏飞掏出打火机帮忙点上 陈汉生没开灯 黑的车厢里只有两个光点 半赏之后陈汉生开口 你和秋安平 两个人必须走一个 什么 刘鹏飞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不过陈汉生下句话让他更绝望 秋安平现在比你重要 所以还是你走吧 到时候让小宇多给你开一位工资吧 凭什么呀 刘鹏飞睁大了眼睛 嘴唇都在颤抖 itu开始就像我柔的一样不同的 大姜 小宇贝 小宇贝